即將在台灣上映的好萊塢電影 《絕地救援》 再說一個因為出任務 而在火星被困的故事 不過在現實中 確實有人正在準備過這樣的火星人生 一起到夏威夷群島的火山中去看看 在一片紅色山脈中間 有一個圓頂建築 難道這就是火星上的基地嗎 其實這個是美國太空總署 在夏威夷的一個火星模擬企劃 從今年的8月28號開始 四個科學家 一個飛行員跟一個工程師 將在茂納羅雅火山的圓頂屋裡生活一年 除了出門都要穿著厚重的太空衣之外 也沒有辦法跟外界聯繫 我會失望我的朋友 家庭 我是飛機 我會失望飛機 我會失望在地上 雙腳和土地上 我認為我們都會失望我們朋友和家庭 但只有這個 你的天氣和天氣 我會失望很多 這個是夏威夷研究計畫中第四次 而且也是最久的一次鼓勵計畫 他們六位研究人員 將會被相機以及人體移動記錄的方式所監控